沒錯,今天又是我的翻兜系列 原因很簡單,就是慶祝香格尼拉第一間酒店 50周年,以及試他們的純素下午茶 大家看了三集的純素下午茶,是不是開始有點猛? 各位觀眾,這一集最接近圓著的純素下午茶出現 首先看看Scon,真的跟四季酒店都不相比 我甚至有點害怕是否真的沒有蛋奶,因為太像真的Scon 不過香格尼拉酒店很堅定地說是沒有蛋奶 可能沒有傳統Scon的奶味,吃了證明的確無法無價 除了奶香少一點之外,Scon由質地到味道都不能輸 完全有圓著香格尼拉Scon的水準 再加上無可抗拒的杏普醬和士多啤梨醬 炭英式咸茶感覺回來了 接著輪到鹹點,首先是一色三款的三文子 分別有紅菜頭、矮瓜和菇 再加上香草味襯托作為三文子非常成績 餵到麵包比較疏洞和乾身 吃起來比較容易水,影響了少許口感 這個車尼茄一樣有油果,兩種材料都非常新鮮 車尼茄的省味加上油果的油潤,賣相也不能輸 這個青瓜配甜椒口感都非常清新 好,另一種終於圓著的就出場了,就是這一系列的糕 吃到第四間五星酒店才有人做糕 證明這個Pastry Chef真是偽高人膽大 就好像這個有柚子和橙的糕 有很濃的柚子和橙味,糕本身都沒有太乾身 這個栗子朱古力蛋糕,栗子甜度適中 底下還有橙汁,配上上面的橙粒也很滿足 同樣都是朱古力橙餅,要稱讚高的質感是非常接近的 朱古力和橙的魔鬼組合發揮到淋漓盡致 連吃兩件朱古力真的非常鮮 最後要說的是這個面頭有藍莓,中間有紅石榴和紅莓的豆奶布甸 只看片都知道這個表演是多麼有心思 莓都非常高積,不過最好就是一次過不抹些豆奶布甸吃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吃了妹妹就有機會遮到豆奶的淡黃豆味 不過無論如何,布甸就沒有水藥、藥質感不錯 茶,我分別叫了阿拉伯茶和橙粒,非常好喝 沖了很多轉都是很香濃的茶味 說到這裡,真的要再提一下這裡吃T,除了食物質好之外 員工仍非常細心,一看到我們吃完一碟已經幫忙收碟和加水 還要說這裡的環境非常舒服,樓底又高又有延長演奏 又看出去還有很漂亮的花草樹木,吃一下聊一下就一個下酒 但我覺得最驚喜的都是他們的純素下午茶 非常接近傳統的下午茶,令到純素人士都可以享受英式下午茶的樂趣 也都反映這裡的廚師技藝有技高超,值得推介 大家